卖火柴的小女孩 都没有 啊 好冷哦 肚子也好饿 从一幢房子里 透出了明亮的灯光 飘出来食物香喷喷的气味 如果妈妈还在 我也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小女孩实在太累了 便坐在了地上 因为她的手和脚都冻僵了 所以怎么往手上哈气 都暖和不过来 啊 好冷哦 如果点根火柴 可能会暖和一些吧 小女孩点燃了一根火柴 她的前面 出现了一个温暖的壁炉 哇 好暖和 但是就在小女孩 想凑上去 把身体也暖和暖和的时候 火柴灭掉了 壁炉也随之消失了 小女孩点燃了第二根火柴 这次她的面前 出现了很多美味的食物 哇 看起来好好吃 但就在小女孩伸手想去抓食物的时候 火柴又熄灭了 食物也随之消失了 小女孩点燃了第三根火柴 这一次出现了一棵华丽的圣诞树 好漂亮的圣诞树啊 就在小女孩要去摸圣诞树的时候 火柴又熄灭了 圣诞树也随之消失了 就在小女孩感到很失望的时候 天空中落下了一颗星星 看来今晚又有人去世了 小女孩想起奶奶在世的时候 告诉她的一些事情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奶奶 我好想您 小女孩点燃了第四根火柴 这个时候奶奶出现了 奶奶 我好想您 小姑娘紧紧地搂住了奶奶 哀求道 奶奶 请不要再离开我了 如果火柴熄灭了 奶奶是不是也就消失了 就在火柴快要熄灭的时候 小女孩把剩下所有的火柴都点燃了 火柴呼呼呼地燃烧着 奶奶的样子也越来越清晰 奶奶 请带我走吧 不要再留我一个人在这里 奶奶走到她的身边 使劲地搂住她 一起飞向了天空 奶奶 我们去哪里 天堂 那里很暖和 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每天只有快乐的事情发生 小女孩感到很幸福 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 路人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小女孩 小女孩的身体已经冻僵了 周围撒满了烧尽的火柴 好可怜 她是想用火柴来取暖呢 太遗憾了 如果我们买了她的火柴 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大家都为小女孩的死感到悲伤 但是小女孩的脸上 却充满着笑容 此刻她大概正在天堂里 与奶奶和妈妈 在一起幸福地生活着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